就是视频中这两只鹅 它们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为女主人保驾护航 见过六狗撸猫的 你敢相信还有六鹅的吗 这位90后农村女孩了不得 她凭借独树一帜的血手神迹爆红网络 不但在网上呼获了一百多万铁杆粉丝 还被电视台上门采访报道 她养的鹅不但能帮主人驮东西 还能帮主人牵跳绳 甚至还能帮主人踩被按摩 不管走到哪 它们仨无疑都是街上最亮的仔 回头率更是高达百分百 为何这两只大鹅能如此听话呢 今天轩哥就带大家走进连妹妹和鹅的故事 女孩的网名叫连妹妹 来自贵州的一个山村家庭 是一个90后女孩 因家庭原因 懂事的她早早就辍学打工赚钱 做过流水线工人 也干过销售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 连妹妹又回到了老家 平时就干些农活 还养了几只鹅 长期的喂养下 鹅开始慢慢亲近主人 连妹妹也没有特意的训养大鹅 她也没想到 自己会因为这两只鹅而抱红 视频中 大鹅在连妹妹面前十分乖巧 不会乱跑乱闹 偶尔还有些年人 听到主人呼喊 会扑拎着翅膀飞奔而来 遇到黄牛靠近时会 懂得保护主人 主人睡觉时 还会帮她守夜赶蚊子 赶及时 这两只大鹅 就像是她的两位小跟班 连妹妹走到哪 她们就跟到了 所到之处 皆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引得不少路人驻足拍照为观 不仅如此 连妹妹出门的时候 大鹅还会帮着主人拎东西 不管是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还是路过高矮不一的台阶 都能看到一人两鹅 亦步亦去的和谐身影 网友看完 无不拍手叫绝 直言 这两只大鹅 简直比男朋友还靠谱 更有网友报笑留言 这两只大鹅是成精了吗 让人哭笑不得 万物有灵 大鹅不但成了连妹妹的宠物生活小助手 更是相互一味的伙伴 正如连妹妹所说 她会养她们到老 即便结婚的时候 两只鹅也会跟着陪嫁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评论区下面留言 网红研究圈下期视频更精彩